哈囉 大家好 我是皮尔班 好久不見啦 各位 來吧 我們今天自從那支影片發完之後呢 我很想很久沒有發我在艾爾比恩的狀況 其實我這幾天都還有在玩 只不過我玩的呢 也比較優災一點點就對了啦 主要呢 我現在都只解冒險者的任務跟陣營的任務 挑戰者的任務呢 我還是有在解 不過最近的話 我已經有一點懶得去解他 因為我自己換算一下之後 我比較沒有那個時間再去解挑戰者了 雖然說去打挑戰者的話 會非常非常的嗨 我解這個的話 通常都是去黑區的迷霧 那其實跟紅區的迷霧是一樣的 那為什麼我選黑區的呢 因為黑區比較近 因為我紅區的話 我要從白城走到紅區 至少要經過兩張地圖才可以到 那如果我去黑區的話 我只要走到這裡面 進去之後 那就是黑區了 所以這個地方快得非常多 那去黑區裡面 找個迷霧進去 蹲就可以了 或是在黑區裡面找個綠洞 下去打也沒關係 好啦 那經過那支影片 我不是說我會刻個兩單 6000塊的情況下 打好的裝備給他買好買買嗎 如果你有看我社群的話 應該會發現 沒錯 我已經給他買好買買的全身8.4的套裝 那現在想想啦 其實這個東西 應該是沒有必要買的 雖然說用了下去很爽 沒有錯 因為這個東西等於是用經驗加倍 甚至超過 因為你看他說自身獲得的戰鬥聲望可以增加108% 但是我每增加的每一點聲望 都要消耗1.11銀幣才可以 所以代表說我經驗值雖然變得超高 但是我的錢也會噴得超兇 我不知道未來有沒有辦法給他賺回來 就是我可以永久的開著這個去賺 但是現階段而言呢 我覺得是沒有辦法 只要我開了這個 那個錢噴的速度會飛快 我大概呢 現在大概都是一兩百萬的時候 我就會開一開 然後把他錢花到剩下五十幾萬的時候 再把他關起來 我是這樣子玩 我也不知道這樣子CP值到底好不好 但是我覺得這樣子玩起來還蠻愜意的 那我現在玩的狀況呢 是這些都已經到一百等了啦 一百等了 然後有想要給他升到一百二十等 只不過要升到一百二十等 我們終於可以來看一下他到底多噁心了 我升到一百零一等的原因是因為會有這個星星 可是如果再升到更高的話 那個星星會更大 但是有那麼一點點的貴 來 你看我們今天如果拉到一百二十等的話 我們上面的自動專金要到一千兩百多萬才可以 而且還要花掉兩百多萬的銀幣 所以這樣講的話 我有三個裝備就要花掉七百萬的銀幣 然後只能增加這二十點 那這個時候我要去升級其他的嗎 其實我有在練了啦 可以看到我身上的裝備 有時候我現在這三個是一百等了 我就會無聊去練其他的 不然的話其實練這個也是可以啦 只不過我們也要開啟這個自動導向專金 這樣子的話我們的聲望才可以獲得更多 只不過那一樣是要噴錢才可以的 那就是看心情啦 反正有時候我就懶得噴錢 然後我就會直接硬練 那有時候想噴錢就給他噴一下 然後去把這個東西賺起來 確實啦 噴錢之後那個等級就賺的非快 但是那個錢也噴的非常非常的噁心 像我這種沒有在參與這個活動 然後目前為止也沒有打算再繼續課金的玩家而言 有一點硬啦 老實說有一點硬有一點硬 那而武器的話反而也蠻噁心的啦 我們這邊看一下我們現在的境界破壞者 假設到一百等的話是給他來到了四百多萬 那拉上去的話就要到五千多萬的自動專金 所以我有稍微的在搞其他武器 對我有在搞其他武器 不然的話真的太貴了 你看像我搞這個0.2的話 我今天搞到一百等 我也可以加至少二十 對吧 一百二十 對沒錯 那這樣加一加的話給他到一百等之後 也是一定的強度啦 可是我覺得這個遊戲真的是要給他 所謂的內圈一百 外圈也要滿 這個東西才正式的開始 那像現在我現在穿到的裝備是3823D嘛 對不對 那我這個都還沒拉滿 我最近看到有一些怪物是已經到了四千了 到四千的話應該是本身這個東西也拉到一百二 其他的東西應該也都是拉到一百以上了吧 不然的話那個四千血量真的是有那麼一點點的噁心啊 好啦 那我現在說說我這把武器用起來的感受吧 我個人是還滿愛用這把武器的 來 我們去一下我們的島嶼 其實我也是看別人的影片才知道 因為島嶼這邊我們有一個地方可以來訓看一下我們的DPS 那主要我們的阿瓦龍斧頭是靠著我們的魚鎮這一個傷害 然後這個傷害本身敲一下就可以來到1651的物理傷害 重點是他也可以瀉掉對方的15%的生命持續5秒鐘 那這個東西其實如果在秒殺的情況下還滿爽的啦 但是如果沒有辦法秒殺 這段時間我們造成的輸出也等於是多增加了15%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 那主要的話呢我現在都在打陣營戰嘛對不對 那陣營戰的話除了你穿的旗去打怪以外 最好的就是去刷... 剛好沒人帶了啊 最好的就是去刷旗 那我個人很喜歡衝到前面去 直接先來給他敲一發下去 就可以看到那一隻守護的NBC瞬間小一截 然後血量扣的很多我會覺得有一點開心 反正這是我目前的玩法 說不定未來還有更爽的玩法我不知道 只不過我現在玩斧頭玩得很開心啊 然後再來就是我覺得他的外型很大一根 非常非常的引人注意啦 那你說這個武器到底強不強呢 老實說我真的是沒有在這個遊戲裡面很認真的去專研PVP啦 如果是要PVP的話我個人是想要拿雙手劍 那...也還沒有體驗過 如果我還有繼續玩下去的話 或許會拿來給他玩一下 好啦以上就是我目前的這個遊戲的狀況啦 除了我現在每天上線一定會來種種菜 拔拔草然後羊羊 羊一下咱們的馬以外 很像也就沒有做什麼特別的事情了 有一點進入悠哉的狀況啦 我覺得主要是因為我都沒有去參與大型的活動 像我連阿瓦龍都沒有去 唯一跟之前的進步就是我有跑去黑區 我有去黑區稍微的晃一下 鬧一下不過基本上做的事情跟在紅區是一樣的 只不過更噁心的事情是我看到的每一個人 我都會把他當作是敵人 在紅區的話呢只要他沒開紅我就會當作是沒事 除非呢他跟我的旗子是不一樣的 我才會跟著跑 但是如果他開紅了那我一定會跑 而且我也看得可以看得到左下角的 我也可以看得到右下角的數字 那今天在黑區的話呢 我就把任何一個人都當作是敵人 所以呢我頂多去黑區的話我會馬上的去找一個洞 濾洞進去然後等90秒 或者是呢直接去黑區找一個迷霧直接進去練功 因為畢竟在黑區跟紅區的練功速度其實還是蠻快的 當然如果哪天我有那個心有沒有那個膽有沒有 帶著這個進去練一定是更噁心 但是我覺得應該不行我應該不敢 頂多帶個五階或六階應該是我目前的極限 那我現在出門的話呢大概是拿到六階斧頭會出門 那其實你說買這套裝備有沒有後悔嗎 其實也有一點點後悔 因為這套裝備說真的也只能在黃區玩而已 如果真的今天要去黑區的話呢 我是不可能帶著這套裝備去的 但是至少也讓我在遊戲中體驗了一把就是可以滿裝的感覺 因為到這個地步之後呢我剩下就是練我的聲望以外很像是已經沒有做任何的事情了 那我個人是蠻想要把斧頭都給他先練到全部一百等 那之後的話看要是換武器還是什麼的就再說 那裝備的話呢也是想把我正在用的裝備呢全部都給他練到一百等 很像裝備反而比較重要 因為武器練上去呢會有非常多種 但是裝備再怎麼穿呢頂多就是這九大類金屬皮革跟布質的各三件嘛對不對 這九件你一定會穿他的 那如果都你都只用那一套的話 或許你就先把皮革你就先把你所有的裝備都給他練起來 這樣的話會比較彈一點點武器什麼的 至少你就是算打控制也可以嘛 或者是說你打控制之後馬上跑也是OK的 只要在迷路裡面一對一的情況下能跑就跑囉 畢竟你的武器你的練度如果沒有練起來的話 我覺得那傷害還是差蠻多的啦 那最後再補充一下我用這套裝備之後呢有一個非常大的改變 就是我變得非常非常不容易去死 應該說非常非常捨不得去死 因為這一套裝備呢跟觀眾說的一樣 他死一次真的是太貴太貴了 可以看到這是之前死兩次的樣子啦 他是耐久度減90那這邊的話都是百分之百對不對 來我們去看一下那個修一次 到底要多麼多麼的貴 修一把武器就要來到17萬 硬要講的話才死兩次而已 所以光武器我死一次大概就要花掉8萬銀幣 雖然說8萬銀幣以課金的角度而言可能還好啦 8萬銀幣24斤而已 但是如果我已經沒有再這麼大量的去玩他 然後我也沒有任何的被動收入的話 這個狀況還是蠻噁心的啦 所以我還是用了這套裝備之後呢 雖然說我沒有在PVP 但是我也會非常注意我的血量 就算在外面練功的時候會更加的注意 比起我還沒有買這套裝 想說死了就死了 反正修裝也那麼便宜嘛對不對 但是用這套之後呢 那個裝備真的是貴到一個爆炸 光只是修裝而已就會萬一修到吐血 你知道嗎 所以說我可能還是會 只會拿這套裝備在前面的地方玩 或者去打一下陣營戰 然後或者去陣營戰偷偷的去圍剿幾個人 如果陣營戰被圍剿的話呢 可能就當作是一個練習喔 哇這死掉的 這死掉的感覺其實也很像跟紅區死掉是一樣的 因為我現在去紅區的裝備大概是60萬嘛對不對 那我這邊死掉一次呢大概是20萬 所以我這邊死掉三次大概就等於是紅區死掉一次 其實狀況是一樣的啦 對狀況是一樣的 那這樣的話呢 我是不是拿這錢去紅區死會比較來的值得 因為紅區的東西絕對比我在黃區那邊混的來的好 只不過反正就是遊戲嘛 我也只是不想花那麼多時間在紅區練功而已 對因為終究是要花很多時間 這個遊戲對我來說 目前就是一個休閒悠哉的角度啦 那我覺得這樣子還不錯 只不過我自從換這一套我還是要說啦 真的是很貴真的是很貴 那修一套裝備真的是貴到一個爛掉就對了 那以上就是我目前這兩個禮拜 玩阿爾比恩的心得啦 那如果你有什麼想留意的可以在下面留言 如果還可以的話 能不能給這支影片一個讚呢 我是PFY我們就之後的阿爾比恩再見啦 下一個目標的話 我應該是想要自己去刷籃動 但是這一套武器的話很像沒有辦法 要用的話應該是要用戰斧那一套 我才可以一個人刷 畢竟我才可以邊吸血邊攻擊嘛對不對 不然的話我這一套只能靠著這個去吸血 我個人是覺得有點難的啦 好啦我是PFY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 3 2 1 掰掰 一次好球 1 1 2 1 2 3 1 4 1 3 4